午安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日式燒烤醬 中秋節必備的烤肉醬 來 其實做法很簡單 醬油 味醂 味醂 醬油 哪一家的都可以啦 米酒 隨便都可以 不要加鹽的比較好 最重要的 砂糖 這個是最重要的麥芽糖 沒有麥芽糖的話 味道就不像日本的那種 你要跟人家講一下麥芽糖 去哪裡買 麥芽糖對 麥芽糖比較不好買 麥芽糖你可能要到那個 人家那種食品材料店買 它有兩種 一種是透明的 一種是 有顏色的 我建議買有顏色就好 來吧 其實做法很簡單 用嗎 那個不用 醬油 大概比例是 1比1 比1 大概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們通常做出來 會自己再加加減減 因為我的習慣是 因為我很懶得記那種 多少多少 我都是整個這樣 一碗這樣 來 我們來試試看 那倒下去嗎 大概1%的醬油 3%的醬油 味醂1%的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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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酒加三分之一 開火,我們就開始煮 砂糖 砂糖就算吧,大概是四分之一吧 已經滾了 已經滾了 四分之一 一開始不要加太多 因為你加太多 太甜的話,你還要再加醬油 有再來就是麥芽糖 麥芽糖大概也是四分之一左右就好了 或者一湯匙的麥芽糖也可以 記得麥芽糖是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麥芽糖的話 它的味道就絕對不會像日式的那種 我們去外面吃日本料理的烤肉醬的味道 再就是加水 水的話也是四分 水的話加三分之一 這個全部煮完之後 裝在碟子,油再灑上一些芝麻 它就是基本的日式燒肉醬 像燒肉醬它算是一個 應該說是 它算是一個底醬吧 就說你可以自己加蔥 你可以自己加蒜 你可以自己加薑 你可以加辣椒粉 你要加什麼都可以 反正它就是一個底醬 就是鹹鹹甜甜醬而已 它煮出來就是有點濃濃的 這個味道好 如果覺得不夠甜的話 你再自己加湯 如果不夠鹹的話 再加一點點醬也就好 所以這個口味依個人自己去 反正但是 但是重要就是 這三個靈魂一定是1比1 1比1比1比1 這樣子就好了 今年中秋節可以試試看 直接肉拿去烤一烤 拿來沾一沾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 花錢去買一些 那個 那個便利店買一些 那些什麼 調味醬或者是那些的 那個做出來的口味都沒有這個好吃 而且價錢 這可能這樣一碗還不到5塊吧 好 今天的節目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看見 我們的歌